在收視調查報告 女人俱樂部的收視雖然是平穩 但是拆回小數 發現二十至三十歲的主要觀眾群 開始流失 時珊,如果你願意批錢 讓我拍這個巴黎時裝周 我很有信心 可以吸引到這批年輕觀眾 快點是好的 不過這麼大的項目,還要再掌握 其實我和營業部的同事都商量過 希望他們可以聯絡 一些大的時裝品牌做贊助 例如D&B,公司少了很多錢 我們是有試過和D&B談的 不過D&B這些國際大品牌 一向不會在本地電視台下廣告 以前不下,不代表永遠都不下 看你有沒有找對方去談 我們不是沒有工作的 好像去年有個大客人 想顧名詐助女人俱樂部 不過我們在談的時候 進度也不錯,只顧監製你推了 我推當然有理由 大家還記不記得 贊助商金槍二十四是買什麼藥 女人俱樂部是一個主打 女性觀眾的節目 你找一隻壯陽藥來做冠名贊助 你是不是想TVI成為全香港的小病 看他股監製你怎麼包裝 人家一出手就一百萬一個月 一年成千二萬 為了錢就可以放棄節目的形象 觀眾會怎麼看我們? 這樣做除了為公司製造一個公關災難 我真的想不到會有什麼後果 是不是?時生 榮證重要,但是為了公司利益著想 賺錢一樣重要的 我和時生在開會好像沒有餘理 不好意思,顧監製 我有點重要事要找時生 時生,因為贊助我們 被堅尼大作戰的程老闆 剛給我電話,他說五分鐘後到 程老闆的泳衣品牌 第一次贊助KC的節目 就已經包了十二個表演 還每個表演 還扔幾十萬出來做獎金獎品 那我應該和大家招呼 時生,那個巴黎時裝周點 之後再說一說 聽說程老闆本來只是打算 贊助雜事的水溫 是你說服他家伯的 是啊,時生,我和其他人不同 我不是經常問你拿錢的 我什麼時候都將公司你放在第一位 我們走吧 這些蛋糕是我自己做的 很漂亮 我多做了,請其他的同事吃吧 謝謝小姐 不要客氣 Christy,我聽幫主說 時生和D&B亞洲區的GM 是有些交情的 那傾贊助那裡… 原來小姐你是想幫幫助補菲 不是,我是為自己而已 你知道他經常扯到這個預算這麼緊 我想看看自己還要捱多久 九個蓋蓋十個鍋的日子 小姐,你還是不要抱有那麼多希望 你知道,D&B那邊很高鬥的 小姐請你們吃 謝謝小姐 別客氣 說真的,你老闆這麼有性格 別說大品牌 連小品牌 我想遲早都會被KC拿掉 怎麼這麼說 我們營業部每年都會舉辦 一次新節目推廣 但他也不肯向校徒打招呼 有時候廣告商說想見監製 就是了解更多節目 他吃一頓飯也不肯 但KC就不同了 有求必應,很會做的 你好,Christy,阿世 剛才我跟程老闆簽約 我車到酒店去吃飯 我特地打包了冰糖燕窩給你吃 這麼有心? 平時你替我找贊助這麼辛苦 應該的 我們介紹 他們兩個就是我新節目 比堅尼大作戰的天使 寶丁、謝莉,他們很乖 Killian Christy姐,小姐姐,你們好 你好 程老闆很喜歡熱鬧 我還沒帶他們出去 剛才程老闆見到他們 也不知道多開心 是呀 吃燕窩 阿世,你也吃點 冰糖燕窩,養顏 別客氣了,我回去工作 拿著吧,你不吃 拿下去,給其他人吃 那謝謝,我回去工作 話說回來 你還有沒有跟金蔥24的張東聯絡? KC,我想你還是不要想了 上個月我才問張東 他還想一條心贊助女人俱樂部 我很辛苦破了一支 二一年的日本威士忌 打算招待他 你試試幫我聯絡他 說不定他改變主意 這樣嗎?好吧,我找他吧 該不會對你這麼好 好,來,整袋 燕窩,養顏 好,謝謝 我的小蛋糕怎麼夠揮 時裝周這個計劃營業部放棄 但我不會放棄 不然那個案子在暫怨歌病 我已經開口叫時生打給D&B 即是Door and Belen嗎? 我待會打給Daisy 問問時生今天還有沒有時間見我們 別讓他知道我找他什麼事 免得他避免我 現在打仗了 為什麼你不要一把袖手槍 總是要閘天邊那麼遠的招 金槍二十四不是一把普通的槍 你知道嗎? 你經常說不夠資源做事 巴黎時裝周這件事 十仔說不訂酒店住民宿 阿利說帶上睡袋去打地鋪 個個就是為了原理的夢 但現在大大的金礦擺在面前 為何要逼得那些小孩這麼辛苦 又要逼得老闆要避你這麼可憐 阿神哥沒有逼我們 是我們打算這樣可以省得多一點 就是你們個個整天都中壞了他 KC整天後住張董這條大水喉 再這樣繼續下去,遲早被他叫埋 我說過了 我們女人俱樂部是一個 主打女性觀眾的節目 我知道,你嫌別人的冠名玉孫 但如果你真的對自己的製作有信心 何必介意這麼膚淺的價值觀 玫瑰就算改另一個名字 也一樣香 你說完了嗎? 說完了,我出去做事 我會替嘉莉借了睡袋 連買的錢也幫你省分 那個張董是什麼?你想改變主意嗎? 網上說張董在大陸是近年興起得很快的 實業家 他們的藥廠代理了很多產品 而金槍24是他們最好賣的產品 除了金槍24的廠裡還有什麼藥? 它封油、自磨丸、痴瘡膏膏 玉璇高 有沒有觀眾聽起來沒那麼反胃的 張阿九避濟蚊香 怎麼這麼奇怪 張阿九是張董的爸爸 而蚊香的秘方是張阿九創的 名字是怪的 但總比那些狀陽丸、痔瘡高 好,就算當我接受他的蚊香贊助 你嘗試補個節目來聽聽 各位觀眾,待會播映的是 張阿九蚊香突藥,女人俱樂部 我還是打給Daisy約時三 雲小姐 林小姐 叫我阿細就行了 時三又有事找你幫忙嗎? 跟進去雲,沒表演的事 小姐,你喝杯咖啡 謝謝 不妨礙你,麻煩了,待會再談 再見 再見 時三 菊姐,靖略 謝謝 我也是打在你們公司 才知道你遲遲職 怎麼這麼突然 我在美國回來做了公司一段時間 我想轉換環境 嘗試更加有挑戰性的工作 你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沒有實質的計劃 只是想做傳媒 時三,這個項目是我走前最後一個 展報我替你保持起來 但是你看看,裡面對你的評價很正面 你來了職 還親自送特紙報過來 你真的有責任感 證明我把這件事交給你做 沒有選錯人 你過獎了 對不起 James James,女人俱樂部真的挺適合你們 Dawn and Banana 你再跟歐洲董事會… 我明白的,那好吧 好,再見 再見 有沒有事可以幫到你? 看來阿神要失望 我打人情牌 D&B也不願意贊助他的節目 這麼大的國際品牌 一般都很簡宅 聊聊在國際性的傳媒上下廣告 木門對木門,捉門對捉門 我當然理解 是阿神他想遇及挑戰 想借這個機會 把節目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不過為了這樣 就連已經送到後面 指定要下廣告 在他節目中的客戶都拒絕 那是誰? 就是金槍24的張董 張董?我認識他的 他出自傳的時候 我負責香港的宣傳 張董很盡責 他開始做的事就一定要完成 依你的意見 你覺得他比較危險 還是阿神比較危險? 有時候也不一定要硬碰硬 士先生, 有沒有興趣 交這件事給我? 你有辦法幫我插架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挑戰性 對, 應該說很有趣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 你下次見